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能不能撤一下 我可以 哎呀 6号 6号 6号在这里 1号 6号在这里 1号 1号在哪里 不是不是不是 19号 19号 那边边边那边 我一抽大边 老板 我一看我红号A嘛对吧 肯定大边 结果这上面还写了一个19 我们去先找一下位置啊 19这里 19啊 这里呢 是一个二边位 然后这边呢 一个大边在这里 我就坐这个位置了 19 其实呢 它这个位置是怎么讲呢 就我们看得到 它的这种边呢 一看 这边有一个斜坡的一个浅岸 幸运呢 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就在这些地方扎着 所以二边呢 优势呢 肯定是没有大边到 但是如果大边是直打出去 因为有些人他不会利用大边的一个优势 他利用大边的优势呢 就是往这边斜打 越像新鱼 它越靠岸越靠潜水 所以等一下就看一下旁边呢 大师是怎么玩的啊 我们二边的话 你没得选 只有说是直出 你不可能往人家窝子里边去偏嘛 对吧 限干是三米 然后 限干是三米六 我们前期上来呢 先开个三米看一下 然后去探一下口 探的如果说我们正常掉 八九分干的时候已经是满干了 如果没口 我们够着去试一干 如果说来口 那么我们就换三米六 因为限干三米六就极限了啊 走 今天呢 跟有一点情况啊 就是今天是一个降温的天气 就突然降温 还不知道今天下不下雨 反正现在的天呢 它是乌云密布的 那么像在这种开潭的一个情况呢 是有一点危险 因为我刚才在伴随 就是调漂的时候去找底 挂牵找底的时候 在伴随打了一条螺飞 那么在打氧的时候 这些鱼在伴随以下 可能是属于活性比较高 那么像刚才的那条呢 它在伴随以上 它会意味着一个问题 就是会有一些略微的缺氧的问题会发生 那么像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钓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啊 我们也不管它 反正准备两只杆 前期呢 准备的是一只三米的12H的一只预横 主线的话是2.0 只线0.3的一个P10号楼飞秀 钩子呢 就是 伏漂呢 就是一只我们站队漂 然后它的持线量在1.75左右 等一下再根据情况 可能将这1.75的漂 改成1.4 1.3克的漂 都有可能 但这所有的基础呢 是归结于有口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去做出调整 因为真的 今年很多的这种罗飞塘开塘都是打不好 都是基本上要么退票 要么的话是不退票 就是不退票呢 也是钓不好的那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打这种开塘呢 一定要 现在已经抱着那种 就是一点点堵运气的一个成分吧 反正我们不管它 真的还有十几分钟就开掉 好 开始 开始没有 先抽窝啊 好 一天一度的温鱼大计 正式开始啊 现在全塘的钓友都是你一坨我一坨的下去的 我们先在底部抽几坨去给它定一个窝 定完之后呢 我们再在水面去抽 抽的话去打一个雾化区 像我们在这种抽窝的时候呢 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当水深的时候 特别有一些钓友不喜欢找底 当水深的时候呢 也就意味着你抽窝 你只能抽个六分干 你如果说你抽满了 很容易等一下你下底完全接不够那个窝子 这也是很多钓友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啊 差不多了 像这个季节的罗飞的一个量没那么大 我们就现在就是边钓就边去做这个窝 前期一样子的 前期我们这个频率节奏是大快一点 先不管它 不管它有没有口 先把节奏给它打上 先把节奏给它打上 这个鱼锯到那边角落去了 这个鱼锯到那边角落去了 不得不在哪没有口 上第三天啊 你不奏提奏 上第三天吧 先朝着 这就在帮我了 这给你看 嗯 两天啊 再给你帮我了 够吧 够 够,够,够够,够,够��� 够,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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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够,够 error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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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